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小宝宝就这么死在这个怒海之中 你再看下边 你看这是海岸的救援人员 这张照片呢 传遍全世界 震动了每一个欧洲国家的心 你再看下边 这是孩子的父亲 再看 孩子父亲一家全死了 这个咱们看到的 你看孩子的妈妈 孩子的哥哥也全淹死了 只活下来孩子的父亲 你再看 叙利亚难民嘛 这是叙利亚难民在布达佩斯 这就这几天国际的新闻 咱们也应该看看 这个火车站 在火车站 拥挤这个火车站 一开始匈牙利就拦着嘛 他们想通过匈牙利啊 去奥地利 通过奥地利去德国 最多的人是想去德国 匈牙利专门搞了一个墙 不让他们进 对 你看这挤火车 不火车都挤爆了 但到慕尼黑是欢迎他们的 唱的歌欢迎他们 再看下边 你看这是 哎 火车站 这几天的火车站 大批的这个叙利亚难民 好像也有伊拉克的难民 是吧 都有都有 你再看 主要是那个伊斯兰国那块 你看就那就指的 在火车站前面广场上 席地而卧 再看 嗯 就举着孩子 举着孩子 哎呀 像这样的孩子 就是就是 其中有一个就已经死在大海当中了 你再看下边 哦 这是在这个街上啊 表达诉求 再看 哎 这都是这个难民的队伍 在走 啊 这就是那个匈牙利 那个铁丝网吧 这么在翻 哦 翻越铁丝网 对 你再看下边 你瞧 看见人了吗 人是这么藏在汽车里的 偷渡啊 偷渡 这车一开着 怎么怎么怎么受得了 受着 受着啊 那有的人就在车里闷死了 你看 这是几条路进入深耕国家 哎 就是匈牙利是最前线 是吧 然后你看 德国批准他们进入 好家伙 这个默克尔就成了他们的心中的圣人 举着默克尔的图像进德国 哎 哎 你说这欧洲人 不是过去听说挺高尚的吗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民众 表现出是挺高尚 就是来了的这些难民啊 你都看见好多欧洲人自己开车 接他们 把自己家里的吃的就给他们 但是从一个政策的角度上讲 一开头是很冷漠的 几个这个层面上讲 这个事情 这个难民潮从11年其实就开始了 但是之前呢 他一直没有受到特别大的一个关注 这有各种原因了 一开始这个人数没有那么多 但是呢 就是最近因为是这个伊斯兰国 攻城掠地的这个地方太多了 所以出套人多 还有呢 就是最近我估计海 就是海上啊 这个天气啊 这个风浪大 好几艘船都翻了 就整船人就不见了 所以有这个 这个报道出来吗 所以他们现在说 我们估计有30万难民过来 就是比如说 但是你不知道海上有多少人 就整船整船都没有了 你不知道 所以这样的报道一出来 再加上有这些 这个照片等等啊 很多人就说 这欧洲人难道 他们没有良心吗 其实也不是 他们说 我们当年接收从这个 东欧过来的那些难民 对吧 他们都是很欢迎的 但最近你知道 这几年 在欧洲这个排外 反移民的这种啊 特别的高涨 就你比如说 刚才那个小孩的 就那个 就那个照片啊 一开始大家都很同情的 结果在德国呢 就没过几天 有一些那个极端右翼的啊 他们就出来说 这是怪他爸爸妈妈 他爸爸妈妈 羡慕我们的生活 非要到这里来 他们不是过不下去才来的 就他也会转向这个 还有好几个 在德国的那种 那个极右翼党派 把难民赢给烧了 但是那是比较少的 但是这是人 就是民众啊 民众真是好的 你知道有那些 那个旅店 就是那个IBMB吧 就是在网上 就是给你换房住的 他们去收难民 那个教宗这两天就也说了嘛 说每一个教区都要收 至少收一家难民 就要这样收 就是说人民就人民啊 等不了政府了 这时候就那就自己就 而且真的 他因为涌入太多了 原先估计说 他们的就整个啊 就在这个欧洲 接收能力是三万多 好现在下来了三十万 后头还有 怎么办 其实我就觉得 就是这个东西吧 不能空喊口号 某些说起慈善 说起什么啊 但是你也要务实的 为这个人想一想 就这就像说 我们不主张 为了救一个火灾 把这个消防员 一百多个都给丧了命 对吧 你这个 我有我有时候觉得啊 批评别人真的很容易 比如说我说 哎你们欧洲人 这帮人为父母人 人家都落难了 人家都这样 怎么这样 可是我有时候想起来啊 要去到我家里呢 比如说 没出住了 难民来了 安排到您家里 住住两家 行吗 甭说你得管带 他的这个吃喝 他的任何事情 你要为他负责 而且我还得到消息 这伊斯兰国 和这个基地组织 肯定有一个比例的人 就混在这些个难民 对欧洲一些国家的 安全部门担心的 也是这个 他们要制造破坏 那 你知道你碰见谁吗 所以有些时候 的确我能理解 就一方面很多人 一看这个小孩子的照片 大家就觉得 欧洲你们这些人 太冷酷了吧 所以呢 这年头 我拍 就是危 都是危机管理 真出了事了 群情耸动了 光光光 这几个欧盟 这几个国家 就开始商量了 我们收两万 你们收两万 英国最近也答应 五年收两万 就说我们 都得收了 都得收了 就说人不死 照片没拍出来 都没到这个份上 所以你们觉得 他这个欧洲 现在这个对移民 对这个难民 有一定的接收啊 是出于感情的人道的原因 不完全 他们有人说呢 为什么英国人 收的少 就一开始 他也不想收 那个以色列 是绝对不收了啦 因为那都是阿拉伯人嘛 他不能这么说 他说我们国家小 这其实 那很明显 那个全都是阿拉伯人 我怎么说 那英国呢 他一开始他不收 就是比较少 但是德国收的多 他们就说呢 因为是德国 缺劳动力 德国这几年的人口 在下降 就也有这样的 一个说法 就是说 他们需要这样的人 来补充劳动力 本国的算盘 也得打一打 对 但是呢 那个默克尔 他因为收的 也真是太多了 然后已经是超过 他们几倍于 他们原先想过的 要收的这个人数 他说长久会改变 这个国家 所以你联系起来 你就记得 前一阵默克尔 闹口一个新闻 那个是 现在难民 举着默克尔的画像 那个时候 德国多少人骂默克尔 就是因为 他参加一个小学的 一个活动 那个你记得吗 那个就有一个小女孩 那个小女孩 可能就是个中东的移民 就跟他说 说我在这学习 学习的很好 但是呢 我们家就要被赶走了 因为我没有签证 然后当时我记得默克尔 说了一句 听上去很冷冰冰的 这个话 那个意思 大概就反正就是 该怎么办怎么办 结果很多人就批评默克尔 没良心啊 就是怎么对待 这个移民这个态度 你看今天看来 又是这样 而且他又要选举了嘛 他准备 据说他要第三任 要去选举了 而且现在都管他叫妈妈 而且就叫那个默克尔妈妈 那些那个 就是那个难民叫他 把自己的小孩 就取名字都叫默克尔 但 我说一句 不讨好的话了 可能到时候人家要批评了 我觉得欧洲要是大量的 这个吸收难民 而且释放出这么一个信息 就是你们那边有难了 我们会来尽全力来解决的话 这对叙利亚 对非洲的人呢 我一见的就是好事 有这个说法 德国已经受批评了 德国已经受批评了 这个大量的这种人口流动 这个当中有经济的差别 有政治的问题 你靠移民 因为现在他们讲起来 都是在讲几万几十万 可是光叙利亚难民就有四百多万 更不要讲东非了 更不要讲长期因为经济原因了 这个到时候可以是上千万 甚至更多 所以我不知道他们 我看不大懂 因为我觉得一个欧洲这些国家 现在英国法国都出来表态 好像都一个可以解释的原因是 就是你们刚才讲 是面对民意 而民意是被传媒所驱动 大家出于善良的同情心 我觉得这个人这是很善良 很多人Facebook上面 牵起来组织车队迎接移民 但是客观来讲 一个政府他愿意接受移民 他以前通常是 还出于一些别的考虑 比方说缺少劳动力 比方说我收了难民 敌对国的难民 我可以动摇敌对国的军心 以前很多难民是这样的 这个越南难民 那时候香港也接收 西方国家对越南难民 都持欢迎的态度 其实要打击这个越南 这个政府的这个信心 当年有一度香港就非常 愿意接收从深圳逃过来的人 后来太多了他不逃了 为什么他那时候结果逃 他就给 给政治信号 对给政治信号 你们可以 一过来就到一个方面 现在这些因素都不存在 你看劳动力也许有 但很快就满了 对于叙利亚 你叙利亚不是交战国 真正的交战国是 那个伊斯兰国 ISIS ISIS ISIS开心死了 你看第一 显示了他的威力 给你们世界造成 这么大的一个压力 我打不到你 可是我打了这些以后 这个难民把你们搞得 一塌糊涂 第二就像你刚才说的 我要派人回欧洲 太容易了 现在 这样大量的人进来 可是徐老师 那你说 那不收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 这不会是一个长远政策 因为他们很快 就会发现 劳动力 跟这个影响 敌国的心理 这些因素 不那么重要 余下来 还有个因素 小人之心了 在这种当中 德国他显示他的力量 你看你们都收不了 你们大家平摊 我是能收 那就好像现在来了一批 要饭的 我这个财主家就说 来我这里吃饭 然后跟村里的邻居说 你们每家收一些 那些邻居下 我家本来就饭就不够 你家是有饭 那你叫匈牙利 你叫希腊 希腊本身就在欠的 汤汤响 你还叫我怎么接收 希腊接收 希腊好 现在他们第一个到希腊 第一个到马尔塔 不是到希腊 到希腊什么岛 科斯岛 不是 希腊可能也无所谓 对吧 反正我也没吃的 但是人家还看不上希腊 对 人连奥地利都看不上 人是要假到希腊 都是知道德国是好地方 对吧 这就好像家里有人要饭 你给他一碗粥 你这有鲍鱼 对 所以你说难民 当然是应该值得同情 需要救助 但是难民 他心里也值得 哪好哪坏 对 他也要去好地方 所以这事情复杂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个义军刚才有一个我觉得说的也挺重要 就是说现在联合国说了移民和难民是两个概念 你们要弄清楚 难民要救助 因为难民指的是战争灾难 这个暴力和躲避这些东西 所以你移民你是要按照移民程序去办 所以这是俩概念 但是这些难民进了德国之后 他是不是早晚大部分也就是德国人 也不一定 他是这样的 你就是你比如说我看过一篇报道 就说他专门有一个审查官 他可以来解 就是说他每天要接很多的这个case 就你来 就你说我是那个怎么出来怎么出来 好像就一百分之一百当中有一个人 他确认你是受到了这个迫害 生命有直接威胁 才可以让你慢慢的转变成他们国家的这个身份 那没转变的那些人 那没转变的他们就在那个难民营就待着 他可以他有的是他有的地方 就每个他这个每个国家不一样 大部分国家他叫开放式难民营 就是说你可以出来 但是呢你不能打工的 我就但他可以每就每个月给你很少的钱 就你可以活着 那么你可能之后再等待去别的地方 或者你找什么办法 那你比如说就在香港 香港也是接收这个难民的 但香港呢他接收难民是作为中转战 就是一个月给他们一千五百块钱 就这个港币 还有一些什么那个面粉啊 你你可以在这儿住着 但是你不许打工 但他们有的人偷偷可能做一些零工 香港那个时候的 就是英国叫香港作为第一轮的接收战 越南难民啊 这个难民营就在马鞍山 那个白石州的那个地方 关着 然后他们又暴动 火烧我看得清清楚楚 我那个时候就是看 像他们要去美国 要去很多国家 他们要自己挑 对 你要去好地方 你今天我们要海南岛 要愿意接收他们 他们可能还不来呢 对 所以人民啊 追求幸福生活的这个是无止境的 他永远 而且你就 刚才我说你讲了个什么话 就说这个可能将根本改变这个国家 对的 就移民难民移入 人数逐渐增多 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出现 现在比如像北欧某国 我就认为他的国民也有道理 他国民就是集体性的 我们不欢迎移民 因为我们是个比较纯的基督教国家 我们自给自足 我们过得挺好 你们不是说伊斯兰教不好 而是说来了大批的另一种文化的人 甚至人数可能有一天生的还超过我们 那么那个时候我们活得能舒服吗 那个根本哈根嘛 我在那里住 就是听当地的人说 这个太太典型了 就是说他们也是好心收了一些阿拉伯的 在之前的是移民 那个时候还不叫难民 也有些就是难民 但是就大家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 那边的白人嘛 喜欢骑自行车 喜欢运动 吃蔬菜 然后呢 就是不结婚 不大生孩子 对不对 就有很多是这样 对不对 锻炼身体 然后那个伊斯兰教的到了那边移民过去呢 五个六个就生很多很多小孩 然后他那里高福利啊 你工作呢 赚八千 扣掉税就拿五千 你不工作的能拿三千 所以呢 他生了很多孩子 他每个人拿三千 他在过得比你好 他车上还比你好 这个当然少数现象 我们不能说引出一个宗教的 或者是民族的歧视 但是的确影响到改变到当地的生活方式 很多社区啊 就变了 就这么一个变成一个社区 这个房价 那些人就退出 对 所以他现在德国 他现在我这很奇怪 他说他们能够接收多少 接收多少 过几年的那些人就受不了 那你说这个 就是这个这个难民和移民的概念 这是最受诟病的 就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有几个国家 像那个马尔他那种国家 他本来是卖国籍的 你知道吗 他本来是卖给想中国人啊 什么人啊 去移民的 他那个国 他那个国籍卖的很贵嘛 什么我也忘了 吃多少万欧元 你还不用在那住就可以拿 那现在不行了 要你接收难民 难民又不给你钱 所以当他们表示出 我不要难民要移民的时候 这时候就被人骂了 你就你就你就 你光接收是有钱人 这这次还有一个什么问题 大家说你可以看那些那个照片 很多人就在想说 同情心能做什么 这个问题其实最早以前 那个苏珊商塔格写过一本书嘛 就旁观他人的痛苦 专门讲这个问题 就讲战争中这个照片 他说刚开始可能让你觉得 就是说你会有这个同情感啊 但是当这个东西铺天盖地的时候 当你的客厅里的电视机 不断地在放这个的时候 很多人会产生一种什么呢 这个世界上的苦难太多了 其实我帮不了什么 反而有些人会转过头去 不现在他们的划分界线就是说 如果你是因为政治战争的原因 我们可以承认你是难民 但是你是要想往更好的生活 这种我们就不承认 但是你知道现在这个所谓的难民潮啊 欧洲啊前些年开始是因为经济原因的 最早的时候是在法国和英国之间的 那个高速火车嘛 对不对 很多人都是在那个 而且都是青壮年 都是东非那些国家 能潮出来的 这个长大都挺靓窄的 难的居多 对不对 然后都在各种各样的卡车的后面 问题是他们跑到这里来 他们发现他们国家的那些军队 什么很凶的嘛 弄不弄就把你打死了 到了欧洲的警察是没什么用的 对不对 他们根本不怕 那么他们就躲在这个车 我看到那个片子拍的 那个司机啊开车之前就下去赶 发现自己的载的那个大车下面 上上下下角落里出来很多人 然后呢就出去出去出去 那些人也也那名也都很和蔼的 也都不凶的 啊被你发现了 那我就出去出去出去就这样 这个现象已经好几年了 就一直他们在对付搞什么铁丝网啊 搞什么现在现在再加上这个政治原因 其实他们说美国应该 没错 这就你就说到了 就是说呀 现在也有人聊这个事 就说根源在于什么地方 难民问题的根源 根源就是叙利亚冲突 伊拉克的这个内乱 就小布什麽 对 对吧 你美国本来就是个移民国家 而且你现在美国在这方面做的很差 就你知道接接收移民 这难民这方面 他在那呼吁 然后美国就是说 我们不接收 我们可以给钱 可以给经验 去指导你们 然后所以现在有人反过来就骂美国 说这这战争全是你在那挑起来的 你什么这么中东那个地方 都是你的军事政策 倒在那打打的出现这么多的难民 哎 你就能这么简单贵意吗 我觉得也不是这样 你不能说简单 就是美国人搞出来了 中东的问题几百年了嘛 打来打去的 当然这次他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原因 我觉得不能直接归于 假如美国向中国学习 咱就是从来你们的事 我们不管 那今日的中东会是谁家之天下 但是 欧洲和中东的关系 和美国跟欧洲的 跟这个中东关系是不一样的 欧洲在有石油之前 跟中东就有很强的这个联络 因为地缘上嘛 你就隔了一个那个地中海 没石油它跟它也有关系 中东的很多国家就是英国人划出来的 对 但是美国是真是因为有了石油 才跟中东发生关系的 但美国有一个就是上天保佑的地方 它隔着大西洋和这个太平洋 地理上完全隔绝 你除了就是当年像中国 从那个广东香港 就那些人坐船一直漂流过那个太平洋 这样过去啊 也死了很多人那种 你一直漂到美国 你从中东漂到美国 好像不太不太现实吧 它过不去 关键是 但是反正很简单 欧洲的社会 我看到很清楚 他们没法像美国这样 有10%的黑人 10%的西班牙人 然后变成 欧洲已经是 做不到的 但是啊 我觉得政治问题 我们真是不用替它操心 因为那些国家政客啊 他们到时候总归有办法来处理的 倒是文化意义上会引出什么东西 但是有人讲解决中东问题 最大的一个办法是什么呢 欧洲的地理概念要往前扩 要把欧洲的边界呢 一直扩大到地中海那一端 我明白了 就像金安区 金安区跟沙北区合比 假消息就是欧洲啊 你不要再定义 是你现在的这个欧洲 一直扩到那个摩洛哥 一直扩到那个突尼斯 把北非全包进去是欧洲 我们我们不能小看欧洲啊 欧洲民众现在有这么强的 这么一张照片 引出来的影响国家政策的 这么一种 可以说思潮 或者是民族感情 民族国家这个概念 就是从欧洲开始的 所谓我们现在讲的国家国家 哪一个民族 一种语言 一个国家 这是欧洲开始的 无政府主义 也是欧洲开始的 基本主义 这是从欧洲开始的吧 对啊 你仔细想想 法西斯主义 是欧洲开始的 共产主义 也是欧洲开始的 所以我总觉得 我们不是上次说这个边界 人道主义 也是欧洲开始的 我们都觉得欧盟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人类社会的形式嘛 对不对 现在受到重大考验的 所以我总觉得这种事情冲击啊 它说不定又会带出来 就像你刚才讲 对于国家 对于民族 很多概念的一些新的思考 全是欧洲闹的 是吧 手作永久 其无后顾 欧洲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 很多时候是这样 我希望欧洲的今天是我的明天 强强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除了难民 这个叙利亚三岁南童浮尸海滩的这个 他父亲叫阿卜杜拉 就是全家死光 有一部分就是在叙利亚的这个战火当中被打死了 再有这一条船上 他全家人都死光了 他现在带着他的孩子又回到土耳其下葬 你知道他现在的选择是什么 他说我哪也不去了 我就守着我的这个孩子 我原本出去是因为这待不下去 我想给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去德国 现在他们都死了 他说我就在叙利亚 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叙利亚回到和平 我现在就觉得这个 我爸他们经历过 我听我爸说过 就是因为战争 因为战乱 你就知道过去为什么叫兴百姓苦 王百姓苦 你们这个各派政治势力在这里争胜 实际战火一起 你知道当年我们老家是在山东那个 张求那个那个那个地方 我爸爸就记得 就是你看这个老百姓的视角 他完全看不清小孩什么都不懂 趴在就是趴在那个草垛子上 他一边是国民党 一边是共产党 甚至更糟 就是一边是拔路军 一边是日本鬼子 就在两边放枪 他说我爸那小孩不知道说有的子弹 啪啪 头上打过去 小孩就看热闹 然后他就记得某个时候 他一说后来我知道什么时候的 解放战争那个时候 半夜里村里就 全一路上就跟冯小刚拍的1942一样 他说络绎不绝 看不到尾 看不到头 推着小车 他就跟着我爸 跟着我爷爷 就那么走 从老家往济南城 说济南城里有亲戚 结果到济南兵临城下 解放军围了城 围了城 找着一什么电话 给济南那个亲戚打 就说不行了 这打起来要攻城了 你们还是回去吧 就是跑到济南 原路又逃这个战乱 他就说 我记得那个时候 就听见人 喊就说 打进济南府 活捉王要武 那就是那个时候 解放军在打这个济南 后来我当时我就想 我爸他们就小时候 这一村的人 就是你看 跑到济南在打仗 跑回老家又在打仗 跑到哪又在打仗 完全不知道你们哪头的 穿黄军装的 穿绿军装的 知道吗 见的当兵的就躲 就害怕 所以战争这东西 就是你说的这个 覆巢之下 安有万卵 但是你 然后又可以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 这个战争的根源 它也就你刚刚说 要怪美国 恐怖主义的威胁 是对全世界的 其实没有人 可以在这个时候 做旁观者的 你说这个是怪谁 那中国政府 就是自己也说 也有中国的 那个维族也加入 所以这种 这种东西 它都是全球化的 不过 接着为您播出 健康新概念 逃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就好了 现在说 感谢观看 谢谢啊